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物理现象 那个是静电学 如果这个电荷 它会移动怎么办呢 移动 电荷的移动就产生电流 那么电荷只有在导体里边可以移动 那我们就讲这个导体跟电流 介绍完导体跟电流之后 我们就开始讲磁学 现在我们介绍导体与电流 好 现在我们谈这个 以前我们讲过导体 也有提过导体 对不对 我们说当这个是一个导体的时候 导体的特性就是 它里面的原子的架电子 一受到电厂的作用就会移动 就会移动 它本来是中性的 没有电荷 本来没有电荷 就是说它正电负电是平衡的 好 如果你在外面加一个 external field 整个电厂 整个导体摆在电厂里面 那这个电厂就使得里头的电荷 它的副电荷开始移动 副电荷就要移到这个位置 正电荷就留在这个位置 最后呢 平衡了 为什么会平衡 就是说这里的正负电荷 会在里头产生 electro-static field 然后外加电厂也会影响这里头 里头也有外加电厂 这个不断的变 电荷不断的排列 一直到这个静电厂 等于外电厂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然后就不再动了 不再动了 但这个还没有排列好的时候 电荷在里头移动 排列好就没有电荷了 好 你把这个摆在电厂里面 这里头的电荷在这个地方排 排到它平衡了 静止了 这个时间多长 时间要多长 要多长 比这个还短 十的负八次方秒 它就OK了 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静止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电流了 起初有电流 它还没有排列好的时候 它在排列 这个电流 不管用的 这个电流 不能让你照明 这个电流 也不能让我们电风扇转 不能让冷气机 吹出冷气来 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站态的电流 我们不许考虑 因为完全没有用 假如我们要这个导体里头 要有源源不断的电流 那要怎么办呢 那就是 这个里头的电厂 不能等于零 这个时候就是电厂 总电厂 等于external field 加上 它的electrostatic field 等于零 就是说里头的电厂 变成零了 那就没有电流了 假如你要这个导体的内部 有源源不断的电流 就是电荷不断在里头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想办法 让这个导体 有电厂 当然这个电厂 不能靠外电厂 外电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里头就会产生 就必须要有一种电厂 我们称它叫做 Non-electrostatic field 非进电厂 像我们的干电池 或者蓄电池 会源源不断产生电流 那它里头就能够产生 非进电厂 它会释出能量 它的能量怎么释出来呢 就是由它的化学能 转变成为电能 那我们这个电呢 是靠这个发电机 发电机那个电输 不断的在磁场里面 转动 这个转动这个电输 要靠外面的能量了 比如说你靠这个水流的力量 或者是把蒸汽 水烧开了 蒸汽喷出来 让这个会拽 锅轮会拽 就带动这个电输 于是就产生 能量就变成电能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 它这个发电机啊 能够在导体内部 产生非进电厂 我们现在就看 假如我们有一个导体 我们有一个导体 这段导体呢 这个长度啊 我们讲定这个长度 叫做delta L delta L 好 这是导体哦 无线长的导体 我们只看里头的一部分 它这个界面积啊 我们假定它是A 界面积是A 那现在我们要让它里头 有电流的话呢 我们就要在里面 产生非进电厂 里头一定要有一个电厂 这个不等于零 有一个非进电厂 它本身会产生一个非进电厂 然后里头有电荷 分布的话 进电分布的话 也会产生进电厂 然后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总电厂 总电厂不是零 所以它才会产生电流 好 现在 我们看 假如我在这个地方取一个面积 取一个界面积 OK 这个地方再取一个界面积 这两个界面积 那这个导体里头有好多载体 就是能够带着电荷在移动的载体 像电子啦 或者是半导体里头的电动啦 或者是容易 界电值容易里面的离子 带电离子 正离子跟负离子 那都是载体 好 我们说里头有好多 有好多种的载体 那我们现在看其中的一个 有一种载体啊 比如说我们假定这个1是朝这一边 好 1朝这边 它带正电的一个载体 它每一个载体带的电量是Q温 于是Q温在电厂里面 它就产生一个力 Q温乘1 往这边推它 然后它就开始啊 有一个运动 于是它就有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我们称它叫做 Drift Velocity 叫做飘移速度 并不是电子云 不是导体 导体里头的那个电子啊 会移动的那个电子啊 跑得好快啊 在里头 跟气体一样 不是那种速度 它是加个电厂以后 比如说电厂朝这边 它电子呢 就朝这边偏 每走一段路就偏一点 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小 叫做飘移速度 叫做Drift Velocity 假定它的Drift Velocity 是V1 V1 那么它从这个地方到这里的 我们取这个面就说 正好这个速长度就等于 V1乘T V1乘T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这里的电子啊 这个Q1啊 T秒就跑到这里来 对不对 我们写DT秒好了 干脆我们就用一个DT秒 很短很短的时间 从这里就跑到这个面 跑到这个面 我们对电流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个定义 定义就是说 我从这个面穿过的Q 有正Q穿过去 也有负Q穿过来 正Q穿过去 跟负Q穿过来是一样的 那就算两个Q穿过这个面 那么它的电流是什么呢 电流就等于 DT秒里头 穿过这个面的电量 DQ是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电流的定义 它的单位是Coulomb per second Coulomb per second 那我们就乘一个Coulomb per second 叫一个Ampere 叫一Ampere 这是电流的定义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我们说 你这个这样子的电荷 在DT秒里头 穿过这个面的 有多少个电荷 有多少个 那我们说 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正好是V1DT 所以在这个面上的电荷 正好穿到这里来 到这个面上 反正在这个面 这一边的电荷 也就是说 在这两面 两个街面当中的电荷 一定穿过这个面 对不对 一定穿过这个面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穿过这个面的 这一种电荷 它的电量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先用Delta Q 好了 Delta Q1 你看那个体积里头的电量 到底有多少 那我们就看你这个 它的体积 体积是多大 体积就是A 界面积 乘上这个长度 我们先用Delta T 长度乘面积 就是这个体积了 这个体积了 假定说 这样子的电荷 是Q1 它单位体积有N温个 单位体积有N温个 那么 它是等于Q1 每一个是Q1 单位体积有这么多个 有这么多个 那单位体积就是 每一个立方公尺 这总共几个立方公尺 每一个立方公尺是 有N温个 那么总共这么多 乘下来就是 它穿过那个面的 Delta Q Delta Q OK 我们这里写V1 V1好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 有带有 Q2的这个电荷 它的单位体积有 它的单位体积有N温个 那么它的 Delta T秒里头 走过的距离是这个 比如说它走的比这个 这个长 那我们就这里画一个面 从这里 Q2在这里 它穿过这个面的 总电量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Delta Q2 里头有好多好多个 有Q1 带有Q1 电量的载体 带有Q2电量的载体 带有Q3电量的载体 那么通通穿过这个界面 那么它的 穿过 Delta Q 等于Delta Q1 加 Delta Q2 一路加上来 那我们把这些加起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 Compact Form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状 来表示 我们把A跟Delta T呢 共同向拿出来 里头我们就可以用Sigma Ni Qi Vi 其实这可以用这个 速度 我们用正负号 比如说 正电荷 往这里流 往这里流 速度是这个方向 那么Q 是正电荷 这个Q乘Vi 是这个方向 如果是负的呢 负的速度往哪里 往这边 对不对 乘上Q本身是负呢 负负得正往哪里啊 还是往这里 还是往这里 好 那 这就是总电量啊 那么它的电流呢 这个时候的电流呢 电流 我们说电流 就等于 Delta Q over Delta T 你把A T拿过去 就变电流 对不对 它就等于A 乘上 Sigma Ni Qi 乘上 Vi 乘上Vi 这个已经是 有这个 这个里头啊 它 我们先把这个写成 写成存量好了 要不然这个地方 I是存量 我们就这么写好了 好 我们把这个 A 除过来 我们令这个叫什么 叫做J 叫Current Density 单位面积 单位面积 流过去的电流 我们称为Current Density 我们就写成这个 而这个 我们用的是 一般 这个是 向量 向量 我们这个表示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Current Density 这个是 叫做 电流 密度 电流密度 Current Density 它的单位是 Ampere per Meter Square Ampere per Meter Square 这就是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这个界面 界面积 我们通常可以 用面积向量来表示 就是说 从这边穿过去 就是说 这个面有两个表面 这个面跟这个面 我们把这个表面的向量 当作是正的 正的 那么Current Density 也是朝这一方向 也是朝这个方向 于是 我们说 你这个Current Density 这个式子是这样子 但是它的电流呢 电流 我们要写成这样子 Current Density Dot D A 即整个S 意思就是说 好 我在这里 有一个导体 某个导体的一部分 好 现在有Current Density 从这个导体里头 流过去 这个是Current Density 流过的轨迹 那比如说 这个切线方向 就代表 这个地方的Current Density 这个就代表 这个就代表 这个地方的Current Density 你看 密度不一样 这个密度都不一样 那么 你这个界面上的电流 怎么算呢 它看你怎么取这个界面 比如说我们界面 是这么取 我要取这么一个界面 这么一个界面 这么一个界面 我这里用虚线好了 这么一个界面 从这个界面经过的电流是什么 你不能够就是J乘A 不能J乘A 因为 每一个地方的J不一样大 对不对 不一样大 那你要怎么办 那我们就这样子啊 我在这里 比如说 这个面 我可以分成许许多多 无穷多个小的界面积 叫面积基数 面积基数 这个面积基数的方向啊 就是切线方向 不是 就跟这个垂直的方向 我这画的不好 画的这个样子 比如说这个方向 这是DA的方向 那么它的Current Density 是这个 这个方向 于是 经过这个地方的电流啊 我们就是要算 垂直通过它的电流密度 是多少 那就是 这个DI呢 就等于J.DA 这个地方有一个DI 这个地方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DI 那么因此 它的电流啊 就等于 J.DA OK 这个是 我们 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电流 是存量 电流密度 是向量 你要用电流密度 来表示电流的话 你要这样子的表示 好 这个是 这个是电流 跟电流密度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 我这个导体正好画的 接面积都一样大 有时候这个导体啊 接面积不一定一样大 假如我有这么一个导体 这么一个导体 这么一个导体 好 它现在有Current Density 在里面 有电流 电流 OK 它的界面都不一样大 界面积都不一样大 你看这个界面积都不一样大 我们说 这个导体里头的电流 某一刹那 某一刹那 这个地方电流 跟这里的电流 跟这里的电流 I 通通相等 同一个时刻 不管你是哪一个界面 它的电流一定相等 因为电流是什么意思啊 是穿过这个界面的电量 对不对 单位时间穿过它的电量 好 那你在这一刹那 从这里进来的电量 一定全部从这个地方出去嘛 它会不会存在这个里头啊 会不会 或者我们拿两个界面好了 这个当中的体积 好 我们拿这个体积好了 好 从这里进去的电量 如果啊 比这里出来的电量大的话 那不是电量都存在这个里头了 存在这个里头了 电量存在里头变成什么样子啊 是不是像你们脚踏车灌气啊 脚踏车灌气可以不断的灌进去 对不对 然后这个气就存在车胎里头 本来这个车胎软软的 灌了以后它变成 很大 如果外面包了一层硬的轮胎 它就不能再大 但是它很坚硬 里头的空气越来越多 你一段导线 如果说我进去的电量比出来的多 那你这个电线会变什么样子 会变什么样子 会不会像打气一样 这电线慢慢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蹦一身 炸掉 有没有看过这个样子 没有 不可能 好 那可不可能说我钻进去的电量 比钻出来的少 会不会啊 也不会啊 那就说导体本身 它不能储存电荷 也不会供应电荷 那就是穿进去多少 穿出来要多少 对不对 你从这个面里头 进去的电量是多少 从这里出来的总电量也要多少 那就是 街面不管大小 统一时刻 我说的是统一时刻 任何一个街面的电流都相等 但是电流密度是什么定义啊 是电流被街面机来除 那电流都一样大 对不对 街面机有大有小 因此 Current Density 跟面积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了 你街面机越大的地方 Current Density就越小 街面机越小的地方 Current Density就越大 OK 这个概念要记住啊 电流 同一个时刻 整段电线 任何一个街面的电流 一定一样大 但是这一时刻 跟下一时刻 可能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但是同一时刻 一定一样大 那么这个是电流 跟电流 密度 好 我们知道电流 跟电流密度 之后我们就要讨论 电流密度 会有大有小 跟什么有关呢 跟电厂有关 跟电厂有关 这就是所谓的欧姆定律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就从欧姆定律开始讲 谢谢